您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零次分配 这个概念我们怎么去理解 我们特别强调 让收入分配变得更加合理 这也是我们追求共同富裕 所需要考虑的一件事 我们通常说的初次分配 是说我们各种各样的 市场参与者 包括企业 包括劳动者 他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他参加生产 然后进行分配 这就是初次分配 就是按照市场的这种制度 来进行分配 在这初次分配中 我们特别强调 按要素的贡献来进行分配 我是劳动者 我提供了劳动力的要素 我的贡献是多大 我就应该得到多大的分配 再次分配是说 初次分配以后 政府通过税收 通过社保缴费 把钱给收上来 然后再通过补助 通过养老保险的待遇等等 再把钱花出去 那么这个时候 就有一个分配的过程 我从某些人来收多一点 比另外一些人给的多一点 让我们的收入分配更加平均 这是再分配 三次分配是鼓励人们去做公益 它不是税收不是强制的 而是鼓励人们自愿地做出贡献 来做公益 这是初次分配 二次分配 三次分配 大概的概念 那么刚才我们讲 说初次分配 有的人占有的要素多一点 有的人占有的要素少一点 从资本来说 这很清楚 有的人财富多一点 有的人财富少一点 而资本是参与生产的重要的要素 而资本又是从人们的财富中的一部分 拿来进行投资形成的 所以这就是在进行生产 进行初次分配之前 要素它有一个分配 那么刚才我说的是资本这个要素的分配 人力资本也是 有的人得到比较好的教育 有的人因为各种各样机会的约束 没有机会得到比较好的教育 所以人力资本这个要素 可能就因为机会不均等 就分配的不是很好 所以我强调的零次分配 是为了把强调 怎么来实现机会均等 在三次分配之前 让大家有一个公等 比较公平的机会 然后我有了这样的机会 我有了比较好的要素 我占有了比较好的比较多的要素 我参与初次分配的时候 就因为我占有的要素比较多 得到的分配就可以多一点 相当于是它就前置条件要变化 对就是前置条件 我们希望达到更公平的机会 但机会公平是一个目标 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 是对于这个要素的分配 能够进行调节 让大家能够有更公平的机会 那这里面就包括 这里面可能 我们最有抓手的地方 就是怎么来改善教育的公平 让大家都占有 比较均等的人力资源 初次分配就是要谈效率 零次分配 这前置条件 不同的人占有什么样的要素 怎么来实现机会的均等 这主要考虑是平等 效率的问题 就在后面的市场活动中来体现 所以我之所以提出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讨论 能够更加清晰 然后把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在不同的阶段 能够画得更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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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